为什么你玩打野总是发不起来 同样打野对面就可以拉开你几线经济 如果你不改掉这几个毛病 打野这个水平就不会长进的 点赞收藏我们简单讲一下 我们拿这个纳克鲁路示范一下 这是一局市级型的牌位 红开蓝开它没有绝对的 你要自己去判断 你像这局对面发野路加罗 对抗路李信 那红开抓加罗明显比李信好抓 对吧 然后打野呢 你首先要看小地图 这波中路线进塔了 这打野根本吃不到的 你跪给它吃了就行了 牢记住三点 打野经济来源什么 野怪兵线击杀术 为什么把这个击杀术放最后呢 说明它不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快速刷光你的野怪 四分钟前能跟中路共享的兵线经济 也不要错过 然后呢去抓人的时候记住了 地图上猴子下猴都在上路 江子牙的刚才状态不好 那么下路就不可能有人埋伏的 直接去抓李信 反之呢如果地图上对面打野中单 辅助位置你都不清晰 那么你去抓李信从河道走 风险非常大 被蹲一次你节奏就没了 然后你记住 猴子在上路江子牙在中路跟打击对线 李信被送回去了 而你们边路连坡状态很好 你就可以放心的入侵对面野区的 并且呢一直要观察地图 这个篮呢肯定没法打了 不能贪 因为李信快到线上 对面猴子中单都在 你打这个篮风险就很大 即使你抢到了也跑了 但你状态就没了 所以经济怎么来的 先刷对面野再刷自己野怪 那么就双倍经济 并且前期呢就以发育为主 不要主动起节奏 你没有绝对留下对面把握 你就安心刷野发育 把你前期乱抓一通 啥也没抓到 把自己状态也弄残了 那么此时对面入侵野区 你拿什么手对吧 那现在猴子李信在下路 对不对 江子牙也去了下路 那对面红区不就是你的了 对吧 这猴子就是个反变例子 乱抓一通呢 自己野区啥也不剩 你经济拉他一两千 不是非常正常吗 这里呢 加罗快复活了 我们来这个草丛蹲他一下 没有闪现 他是跑不掉的 好了 对面江子牙主动来送了 你只要经济高 那么伤害不会低的 为什么别人打野伤害那么高 你玩打野秒不掉C 那就是因为经济 你真以为差点技术 记住你能匹配到的话 说明你俩水平差不多 知道吧 至于前期主宰暴君呢 不是太高端局 只要地团你附近也怪没刷完 拿不拿其实都一个样的 因为你拿了 对我也不懂怎么去利用这个龙 反而会耽误你的时间 你就优先先把自己能吃到 经济先给吃了 并且养成多看地图的习惯 这个猴子上来了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你就在这个草原里等他 经济差这么大 他拿什么给你打 等这个猴子来 直接一套劲把他送走就行了 那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继续刷他的红区 当有了优势呢 就不断压缩对面的经济来源 不要给他们任何翻盘的可能性 然后呢再看这个情况 双方全部涌在了中路 你推过来我推过去僵持住了 记住这种情况 你就去两边带线 想推中塔先推两边 明白吧 如果你去中路跟他们一起推来推去 一旦有任何失误 你们这波团输了 前期积攒优势就会土崩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打着打着 突然逆风的原因之一 你要做就正常两边带线 然后等到玩的差不多了 然后去绕后收割就行了 此时呢你会发现 刚才上路你带的线 已经到他们防一塔附近了 这群队友呢也是笨 对面都没人了 还不来推塔还在那逛 这里呢我们偷瞎这个理性 只要你经济高 我都压他三级 这就是随便打的 所以玩打野呢 你的思路得正确 这点呢一定要清晰 好了本期就先讲这么多吧 点赞收藏我们下期再见